我们一样从数据科学这边来去观看 就是说这个数据背后的意义 那首先我们可能就是要打开我们的Table 然后把数据再入进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数据各位都已经有了 而且也已经挤压缩 记住不管你用任何一套软体 像例如说Cabriel它是不能够打开压缩档 这件事情这个观念我想 Easell它也不能直接打开压缩档 是一样的是可以接受的 它就只能开启一些它能够辨识的档案 那我们现在先打开Table 首先当你打开Table的时候 完整的再做一下好了 当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启Table 你可能在桌面上要先找到Table的图示 好这个是Table 然后这个图示叫Reader 那你会说蓝色跟橙色的差别吗 对不对 对蓝色 为什么蓝色是就是Table 然后橙色是TableReader呢 各位可以去想一想 这个颜色其实在这个地方 应该也扮演一些很重要的角色 通常白纸黑字 可是黑色在视觉化呈现 感觉就是什么 感觉就是不是那么好看 所以我们会用蓝色来去代替 它也就是说解析数据 可是通常我们会标成红色 代表重点 那这就代表说已经被我们看过 检阅过了 才会有所谓是不是重点 所以它用这个红色 红色来去呈现 好 这个是Table Desktop 这个是TableReader 稍微知道一下 那快速点两下Table 这个图示 我们就可以打开Table Desktop 然后启用这是要花钱的 那适用还在时间之内是可以继续适用 如果假设这个档案你已经打开 第14天是打开了这个Table 这个Rentee 第15天你都还没有关掉 可不可以继续使用 可以 所以这也是额外一个资讯 提供给你参考 那你就不要关掉就好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